今天老婆突然问我 能不能把剩下的泡面给处理掉 我就跟她说 哦 看她害羞的样子 我就可以安心地处理今天的料理了 要准备的食材随便你 有肉有菜都可以 但最重要的就是泡面哦 那不是废话 我们葱切斜刀跟葱花 因为要分两段使用 然后红萝卜切小条的 咕咕也随便切一下 高丽菜像撕破丝袜那种丝 有番茄的话可以去了那个地头 然后切片 然后拿出我最后的两颗贡丸 做一下血液循环 喂 是切片了 OK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让我们喝口啤酒 顺便思考一下人生的方向 再抿个嘴就可以开始咯 首先开火煮水 然后再开火 热锅 下个油 下个油 润个锅 然后肉片供完先下去 让两种肉碰撞出美味的感觉 你看那小鲜肉火不容易乱跳的 稍微炒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蔬菜了 金葱 萝卜 咕咕全部下去 然后翻炒它们 让肉跟蔬菜融合在一起 番茄进去 然后一起拨动它们 最后高丽菜给它进去了 稍微翻一下 炒得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热水给倒进去咯 你看这个热水很烫 一定要小心 然后让这一锅蔬菜跟肉 稍微煮一下 就可以放调味包咯 肉骨茶的部分先下去 然后就是胡椒包 让酱包稍微融化之后 就可以上锅盖焖煮了 是说一定要这样子盖锅盖吗 两分钟开始 焖煮一下 美味的汤头就煮好了 然后就是把蛋给打进去 然后再焖个一分钟 利用这个空档 我们再喝个啤酒 顺便与自己对话 再来喝一口 时间到了 准备先盖我们的 一拉腾就完成了 不是 是刚好我儿子在爱 哇哩哩 这爱好的timing 也配合得太好了吧 最后我们才把下体 不是 把面体给下去 然后稍微喇一下 等面软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帅气 关火咯 预备 关火 好帅啊 因为面煮的时间很短 不烂的面材是我的最爱 把汤倒进来 加上起司片会变成臀骨风味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们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子清冰箱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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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